嗯,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教新的主题了 我们今天要教的东西呢 是C++里面的Template Vectors还有Exceptions 好 那么呢,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会一系列里为大家介绍 刚刚说的这三个主题 那其中大家会看到 Vector这个东西基本上可以理解为 Template的应用 所以大家如果要 以后要使用Vector的话 若是你能够对Template有基本的知识 用起来应该会更 心理会更踏实一点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教Template是什么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回忆一下 上前几个礼拜的主题中呢 我们有提过Warriors跟Wizards 这两个class 或者说他们都是Character 对吧 Character这个所谓的角色 里面有一个type 就是有一个属性 叫做Name 那Name呢,我们当时是设成Stream 这也蛮正常的 那今天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写的那个程式码的话 在这许许多多的 这个Member Variable里面 Name是被当成Key来使用的 我们不管是在一个团队 一个Team里面 搜寻这个成员也好 或者是把成员的资讯 印出来也好 基本上都是靠Name这个东西在做 所以我们基本上假设 你不能有两个巫师叫同一个名字 或是你不能有两个魔法师叫同一个名字 如果有的话 那你这个Search啊 或者是这个删除啊 新增啊 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呢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 理论上 大家应该要有一个规定好的栏位 叫做Key Key是一个属性 意思是说 这个栏位定义的值 对大家来说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学生 就会有学生证号 这个东西对每一个学生都要是不一样的 那国民呢 通常就有身份证号 以此类推 所以你的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 应该也要有某一个东西 确定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把它拿来当Key 就会比较合理啦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你用人的名字当Key 当然就可能会出一些问题嘛 毕竟人有时候就是会同名同姓 那怎么办 好 所以呢 你就说啦 那不然这样吧 我们今天名字 不要用这个Stream 我们用别的Type 比如说Integer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编号 而不是一个名字 或者你的意思是说 我在我们这个Class里面 新增另一个栏位 叫做ID 然后ID是Integer 那Name呢 就只是一个 你每一个人可以相同的属性 大概是这个感觉 好 不过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这里就不要再多加Variable了 我们就假设 你可能会想要把Name 这个东西 设成是一个整数 或者是其他的形态 这样子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ID的作用 这个样子 就是你的2号5式 8号5式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把这个Stream 改成Int 当然是可以做 然后面你有写到一些Code 有提到这个Name的 就做一些相对应的改变 就可以啦 那今天呢 我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今天把它改成Int 那倒也无妨 但会不会有一天 又得要把它改掉 也不是绝对不可能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Character 这个Class 虽然是堪用 但还没有很好用 它没有办法很弹性地说 我今天在A应用程式里面 想要拿它是Stream 它就是Stream B应用程式说它要是Int 它就是Int 没有办法 你得要一直手动地改才行 如果你真的想要那样的话 那那么弹性 你就得要写两个Class 然后呢 这两个Class不免敌 它们绝大部分的东西都一样 就只有这个小地方不同 那这样子不但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心力 而且也制造Potential的Inconsistency 对吧 只要你有两个东西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然后一大半的东西是复制贴上的 这样就很不OK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个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当我们Define一个Class 或者是 我们在考虑Class里面的 某一个属性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属性的形态 是可以弹性地变化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弹性了 所以这跟我们以前做的事情 有一点点不一样 以前 当我们Define一个Class 或者是宣告一个变数 像这样子的时候 形态是固定的 但里面的值可以换嘛 所以Value 是可以很弹性地调整的 但是Type不行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Type 也变成可以调整 所以这个跟你 自定自己的资料形态 有一点像 对吧 以前你可以这个 有Int Double 有一天你变成可以有Class 可以自定资料形态 那以前呢 你Type定好了以后呢 就定好了 不能改 现在我们要让它Type可以调整 大概是这个目标 那我们要实现这个愿望 在C++里面 我们就写Template 我们希望我们的Implementation 可以很通用 也就是说呢 对一个角色来说 我们的Key的Type的类型 资料形态 是可以随着我们的需求 而弹性地调整的 那么Template呢 就是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 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用Template来完成 那么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Template可以被Apply到 Function上 或是Class上 所以它不必然地 跟OOP有什么关系 它硬要说的话呢 它还是跟变数的形态 比较有关的 OK 它要让变数的形态 是可以 弹性地 通用地 可以被调整 所以它不必然 要用在Class上 用在Function上 也是可以的 那么呢 Template所做的事情 在程式语言的世界里面呢 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为 Generic Programming 那叫做 中文可能叫做 泛用程式设计之类的 那不要管它 总之它的意思就是 希望你的Program 可以比较General一点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 那么 C++ Template 它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你要让Data Type 可以随机调整 对吧 那我就要让你 我就要要求你 传入一个Data Type Argument 以前呢 我们是指定 Argument的Value 现在是指定 Argument的Type 然后把这个Type 拿去合适的地方 使用 这样子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在呼叫Function 或者是建立物件的时候 我们就要传入这个Data Type 这样子这个Template 才会发挥作用 所以在我们的例子里面呢 我们的Character 或是Warrior 或是Wizard 事实上是这两个啦 这个人其实没有嘛 当我们要建立 它们的物件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传入 我们指定的那个Type 的资料形态 像这样 我要建立Warrior的时候呢 以前就直接写Warrior W1 然后Alice10之类的 但是呢 待会儿我要修改 我们这个Character Warrior 跟Wizard的Definition 来让我在这里 可以指定 我的Name 是什么Type 比如说我的Name是String 我就这样子用脚刮号 中间写着String 然后呢 这里我就传入String 当它的Name 或是在另外一个 MainFunction里面 或许我希望 它是Int 那我就传入Int 那这里当然就Name 就会变成一个整数 那么呢 待会儿等我们改完 Character Warrior 跟Wizard 的Definition了以后 我们就不再需要写 两套 Implementation了 这同一套Class 可以在 以String 为DataType 为Key的DataType 的常域使用 也可以在 以Int 为DataType 的常域使用 终于